蘋果最瞎實測 車上能烤肉烤蝦烤金燈菇好蛤蜊 今年夏天熱到靠北啊 車子裡面好像火在燒咧 儀表板居然高達75度 雪寶都快融化了啦 蘋果一個手滑 在車內和後車廂各放兩顆蛋 四個小時後回來收成 哎呦 儀表板上這兩顆蛋還真的熟了 蛋白堆堆的 吃起來與水煮蛋有九成像 但後車廂這兩顆就悲劇了 都是灰塵太古鬼啊 還釣到地上餵螞蟻 但真的不誇張 天氣熱到能在車內煮蛋 那能不能烤肉烤蝦烤金燈菇烤蛤蜊呢 蘋果決定加碼實測 這天上班時熱到想罵髒話 我們把各種調味過的食材 放在儀表板上 快下班時來起鍋 嗯 感覺還不賴喔 那味道怎麼樣呢 非常的好吃 很好吃 很好吃 非常好吃 鹽酥雞和雞蛋都沒問題 用錫波紙包起來的金燈菇 有加黑胡椒調味 和肉片一起吃一定很讚 蝦子看起來也不錯喔 喔 大家放心 他到現在都有來上班 而且是用腳走路不是用飄的 所以這些料理衛生 來就補 蘋果總結成功的撇步喔 第一 天氣要夠熱 不然蛤蜊也懶得跟你裝熟 吃起來就像這樣 對什麼這樣子 的確蠻型的一個沒有手 第二 日曬要充足 如果太陽被大樓擋住 雞蛋就會像這樣煮不熟 第三 要用錫波紙包住食材保濕 不然肉片就變成肉乾了 照這些方法再搭配一碗白飯 就能在下班時享用一頓豐盛的晚餐了 是不是很簡單啊 耶 有一件小小的事情忘記說了 就是 你必須